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基督徒对如何得救一定不陌生 很多人会引用马可福音耶稣所说的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这句话作为如何得救的依据没有错 得救的必然条件就是信 也是相信或叫做信心 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不仅如此 在使徒行传中 也有对如何得救更加详细的说明 比如在使徒行传二章中 当有人问彼得应该怎样行时 彼得就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这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 在这里 彼得详细地告诉了每一个人得救的三个必要过程 就是要悔改 受洗和领受圣灵 这也是对信而受洗的更加详细的一个说明 教会也把它作为教义 一直延续至今 但其中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得救 一直有争论 有一些教会认为 人如果经历了以上所述的几个过程 领受了圣灵之后 就成为了基督徒 就不会再失去救恩了 如果有人中途犯了罪 那他就会被认为之前没有完全得救 所以他们认为 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 也有很多教会反对这一个观点 认为得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一个人从悔改相信耶稣开始 就踏上了一个基督徒的旅程 这是一个得救的旅程 判断他是否得救 一直要等到他亲眼见主面的时候 才能定夺 言下之意 就是在这之前 人都可能失去救恩 简而言之 这两个观点 一方是认为 人得救之后 不会再失去救恩 另一方则认为 人即便得救了 也有可能因犯罪而失去救恩 这两个讨论 从来没有停止过 双方也都会引用圣经 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我见过这样的讨论 但我发现 双方都有个共通的问题 也是他们的通病 就是他们都会断章取义的 引用圣经 从圣经中找出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论据 所以这种讨论 结果往往是不欢而散 谁也无法说服谁 但为了表示友善 讨论到最后都会搁置这个正义 转移话题 比如到一个共通都相信的一个问题上 有时候在旁边看他们讨论的人都会松一口气 庆幸他们没有吵起来 但是当我看到这样的结果的时候 心里总是非常的难过 我难过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出结论 也不是因为自己所支持的一方没有获胜 而是难过 他们竟然可以断章取义的引用圣经的话语 让上帝的话语同时支持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 难道上帝的话是互相矛盾的吗 难道圣经前后也有矛盾吗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其实断章取义引用圣经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看来是因为我们读经的方式有问题 圣经是一个整体 神的话语也是一个整体 我们理解圣经必须从整体的角度 来体会上帝的心意 举个例子 有一些异端说 耶稣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上帝 他们也会用耶稣所说的一些话 来论证自己的异端观点 如果基督徒光从他们引用的这些圣经出发 断章取义的理解这些经文的话 那可能就中了他们的圈套 但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看 就可以直接反驳这些异端 举个例子 如果耶稣没有自称为上帝 那他何必要去钉十字架呢 他钉十字架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称是上帝 有些人会说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 比拉多就应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来钉他十字架 可是比拉多却说 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 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 他在大祭司面前自称是上帝 自称是那一位自拥拥有的神 这才导致了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一定要杀死他 因为在他们看来耶稣亵渎了上帝 这就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圣经 来看待圣经中的某一些问题 来反驳异端的一个例子 回到得救这个话题 我们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一个问题 如果得救是一次就能成功的话 那新约的各个书信的作者 何必要写这么多信来劝勉基督徒呢 新约其实只要保留福音书 《使徒行传》和《启示录》就行了 其他的书信不都是为了劝勉 已经得救受洗的基督徒而写的吗 哪怕是在《启示录》中开头写了七封信 也不都是为了警戒已经是基督教会而写的吗 特别是在彼得的前后书中 如果得救已经完成的话 那彼得根本不需要写这两封书信 来劝勉基督徒要持守信仰和圣洁 从新约的书信整体来看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出 得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那求上帝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可以持守信仰 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 阿们